节目降临后 亮玛河国际风轻水岸灯火璀璨 艳沙码头游船上现场演奏的小提琴曲旋律悠扬流淌在亮玛河上 有一桥上15名模特合着音乐的节拍缓缓走来 市民们沉浸式地感受到时尚就在身边的朝阳活力 走秀展示的50套服装来自4个国际设计师品牌 这些国际知名品牌也希望将中国地区手电落户在朝阳区 助力朝阳区进一步激发消费心动能 我觉得整体环境和他的作品非常融合 让我们觉得很舒服 很亮眼 我们在这个桥上走秀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体验 因为我平常也会看一些秀 然后我觉得和在普通的梯台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就是能更融入咱们的平常生活 2023年4月朝阳区与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中央歌剧院 东方演艺集团等6家院校院团 分别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致力于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共建时尚之城 推动北京全球时尚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本次时装秀是朝阳区和签约院校 深度战略合作的又一次创新尝试 北京台报道